嗨,大家好,我是Pan,OK,我们看一下比特币洋情现在是38,387啊,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波下的趋势啊,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这个高点还没有被突破啊,所以这个W是非常小啊,然后还有我们不要忘记今年就是这个Bitcoin的犯态岁的年啊,为什么呢,因为它是2022年嘛,2022年就是一定是跌的年啊,理论上是应该要讲说它一定会跌,OK,因为在2018年也是跌,现在这个价钱是低过这个200, 也就代表说它是熊市啊,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征兆啦,然后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火币啊,能不能再进啊,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再用这个平台啊,所以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数据啦,这个火币的数据是不会骗的人,就是它的销毁啊,所以我们点击这个火币GoPro,然后我们 scroll到下面,然后按这个support,按了这个support,然后我们就去这个HD special zone啦,OK,华语Partner他们就没有这样update啊,就是他们没有更新的啊, 所以我们要去这个国际版,火币Global,然后用英文版的啊,你不要点击,你不要去这个百度去打,或者是Google去打华语版的,你华语版你看不到最新,它只是在这个2021年罢了,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月销毁啊,比如说我们看回这个2020年9月的时候啊,它已经销毁了300,它已经销毁了3.9M的这个火币,用了18M的这个USD, 我们都知道它是用15%去销毁这个HD,然后还有5%是销毁这个火币的这个HD,所以它大概赚了90M的这个一个一个点击啊,是比较麻烦,因为他们又没有做这个yearly report喔,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做,但是我没有做全部啦,2020年7月的,到今年2022年1月,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业绩是怎样啊, OK,我们可以看到月下面呢,就是代表说越早啦,然后月上面呢是最近啦,所以第一个数据我们看火币的这个销毁量啊,我们不要看价钱先,我们看这个火币,OK,火币它是销毁2.7,在7月的时候,2022年,OK,现在是销毁0.82利,因为火币已经贵了嘛,所以在这一个ZAD我们可以看到它曾经销毁到10M这个火币啊,它的生意算不错啊,所以我们再看这个USD, 因为这个是赚钱嘛,所以其实我们要看这边啊,这个两个数据我们都要看,所以以前到现在有没有改变,其实是有,在2020年的时候7月,它是用11M交回,现在它是用7M交回,我们可以看到哦,当然好像是差不多一样,但是中间它发生了很大变化,我们都可以看到它Graph就是一个上然后下,OK,在这个区域的时候啊,也就是在这个2020年11月的时候, 然后到到这个2021年6月,都是一个很高峰期啊,就是很多人进场的意思啊,OK,所以在这边就是火币,他们销毁会比较多,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少了,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上有下,你说火币会不会完蛋,这个可能金会比较小了,OK,然后火币的这个币啊,他们还是控制到很好,还是控制到9块钱了,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代表什么,这个火币的token还是有很多人去买啊,还是很多人去买,人家丢,它都不要跌啊,OK,我们看这个HTBDC的图啊,现在它是在这个resistant的这个位置啊,我们可以看到它从这个低点上到这一边哦,已经起了2.4倍啊,它最低的时候是0.30,然后1211这样左右,现在已经是24了, 所以在这边呢,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双底,然后过后这边是一个resistant的,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resistant,然后如果我们看这边高峰的这个平衡点呢,大概是在55左右啦,现在是22,所以我觉得说这个HT对跟这个BDC的这个图位也是蛮美一下啦,所以我们看到这个report,对我来讲,当然这个因为中国清退,所以导致到它这个赚钱幅度很小,那么清退了过后,我们就可以慢慢看到这个火币, 会怎样,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担心,因为我们要看这个火币的价值,代表说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买的意思,即使中国清退了那么多估克,它的这个价钱也没有跌到很低,跌到很低就是上一次的那个差不多5块钱,现在又9块钱,比特币现在慢慢下滑,它还是没有真正的下滑,我们还是买不到那个7块钱,所以在这边呢,我对这个火币呢,目前为止是蛮有信心啦,所以个人认为,它现在是一个低潮,如果它的HT 下到5块钱,我觉得还是值得买,当然我们还要注意说,接下来的半年啊,就是1月到6月,它这个赚钱幅度是怎样,有可能是5啊,4啊,5啊,这样啊,我觉得是蛮OK的,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,最重要公司要赚钱嘛,所以今天我总结我的看法,这个火币token呢,目前为止,我个人认为会有点高啊,因为它占了太硬了,有可能是有太多人扶盘啦,然后如果它跌的话,我觉得我会去买这个火币啦,而且我们看这个火币的 这个平台,即使中国清退了那么多,它还是有赚钱啦,OK,我们就看这个2月的报告,还有3月报告,到到6月报告看怎样,如果真的是一直下滑,下到一点多M呢,那么我们就真的是要注意一下,但是如果因为中国清退那么多客户,它还保持这样的数据,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,所以我们就替这个火币加油啊,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注册的,你们可以去注册一下,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为止,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就按照, 按赞订阅我的频道,下次见,拜拜